你有沒有下載Python 那怎麼下載很簡單 Google有沒有這個Python 你就把它貼上搜尋一下 就會找到什麼 Velcom Python 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它點擊 之後的話這邊有個download 請你download那個3.6最新的版本 也有2.7的啦 不過它是相容於以前的東西 不過目前還是比較建議用3.6 因為慢慢還是會用心的 做的反而可能慢慢就沒有 因為它是要為了以前 因為它發展很久了 所以有一些舊的東西 有的舊的一些外掛跟模組 需要用到舊版 所以把它放在那 那我們就下載這一個 下載之後的話 你把它解壓縮到低疊 我們這邊電腦會還原 它這個上個禮拜是把它下載解壓縮之後 你可以確認一件事 第一個就是你的低疊底下 沒有一個叫Python 有沒有 36 這個東西 OK 所以你可能要先確認你有沒有 你才可以開始做 這個面的步驟 1有沒有 有的話 那你就可以做第二步驟 我們這個環境 討厭的地方 就是它會 應該要把它裝起來 然後 因為如果你這個地方 沒有它這邊沒有一個Python 然後它 其實也不見得 一定要重新安裝 因為我們如果有裝 Eclipse的話 可以用一個開發 這個就可以不用再裝了 如果說沒有啦 那你就再把它 一樣 這個地方可以把它做download 之後的話 它大概20幾May 你就把它下載之後安裝 我是建議 比較關鍵的地方就是說 你裝的位置 預設會在C疊 下的什麼user 就是你的使用者的什麼什麼地方 建議一定要改 不要放那裡 為什麼要放那裡 將來一定找不到 那Eclipse放在第一疊底下 就像我剛剛講那個位置 第一步 所以 等一下 我們把那個 點的部分 再回 地方畫面這邊都有 你測試的部分 因為上禮拜有測試過啦 所以我們大概就 到過 那再來的話就是 給我們的環境 是非常陽春的 就有點像文字模式 在裡面 幾乎沒辦法做什麼事 會需要一個整合型的 開發環境 像那個VBA啦 Eclipse VBA打開就有了 很方便 但是沒有 怎麼講過 微軟 他是商用的 商用的就是有點像你去餐廳 生來給你倒水 然後給你menu 你點什麼 他就通通都ok了對不對 好像感覺 很enjoy 但是你service 是要費用的 所以大部分餐廳都會收 他的那個服務費 OK 那 可是現在用這個東西 你要有心理 他是自由軟體 第一次 因為自助餐啦 SB比自助餐 更比 因為他沒有收你半毛錢嘛 自由軟體 自由軟體沒有收你錢嘛 所以怎麼辦 你要自助 就沒給你service 你要找人家幫你service的話 你那個人費用 你可以找我 你要但是前提是你要service喔 對不對 你要 是 在很奇怪 日本話叫什麼 叫SB是不是 什麼意思 免費奉送是不是 所以我們一直有關鍵說 SB就是 SB在 新人 是錢的 他們會覺得說 只要找我做事情 只要付出你的腦力 那付你的費用 合理啦 可是我發現很多企業都沒這個概念 常常你去 比如說找你去諮詢 找你去顧問 最後發現好像 沒有酬勞了 那 我覺得好像 有點 不過還蠻上 上道的 沒有 就付費用 直接跟你講說 老師 直接開個支票給你 你要多少錢 那慢慢的 不過我覺得台灣慢慢會有這樣概念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學完這東西 想創業 空間的 蠻大的 因為公司需要這樣的技術 但是有能力 那怎麼辦 需要去幫他們做 幫他們做呢 因為台灣還是中小企業 他可能付不了太多錢 所以 其實之前有學生是自己開工作室 幫忙做一些事情 其實也有空間啦 那不一定只是一定要真的到他們公司 也許你可以線上嗎 可以提供什麼資源給他 然後教他怎麼做也許就OK了 那我們就是把這個Equilibus下載 你就也是一樣 打那個Equilibus關鍵字 Equilibus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你就到那個Equilibus的官網 有沒有 搜尋一下 那他就是一個整合型的開發環境 Equilibus 翻譯成什麼啦 是嗎 是吧 是不是 如果你去翻譯一下 這個軟體它不是只有 只能開發那個Python 它可以開發Java 可以開發PHP 可以XP 反正C++ 這些都可以 平台其實相當的成熟 而且用途非常廣泛 不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如果 使用這個之後 延伸性還蠻大的 我是建議啦 如果已經跳進來的話 那乾脆就是 就是學一下就對了 因為我想台灣 以你的內容來看 需求人最大的 還是 城市設計方面的 相關工作 而且是領域的人才需求 也就是說 不是只是單單 他只需要Coding 他可能還需要其他的know-how 做 審核 那這方面 需求是相當的大 那種人才呢 比如說 金融 然後你又城市設計能力相當強 那是不是 應該取子可數啦 不過 這些 當然 以前的環境來看 應該發展的都相當好 跨領需求 那因為這樣的話 其實現在很多大學 已經都 城市設計 列為必修的 你如果畢業 通過你還 而且是 也要全校性的 那台大 好像 像台科很多學校都已經這樣做了 那中學107年課綱已經把城市設計列為 中學修課程 那個中學生會寫城市應該也不是什麼 不過他們要學OK 現在好像 大部分是乾脆就叫他們Python 對啊 以後 可以做很多事 除了大學分析之外 像 像影像辨識 甚至是機器學習 像很多 器人嘛 那背後還是有人去 把那個城市寫 不然機器人 他不是評估出來的 要有人去把它設計出來的 那誰要去做 用什麼語言做 最簡單 Python OK 所以這市場 應該可以看 變景 所以你呢 我覺得應該投資報酬率相當的高 那個學習 應該下載哪一個呢 下載這一個 因為他檔案最小 當然你下載其他的可不可以 也可以 只是他檔案比較 我們用不到 浪費空間 所以你可以選這一個 網路上 另外的話 應該 32還是64呢 是32啦 不過你用64 OK啦 為什麼 但是前提要 如果你用64的話 你的Python 剛剛是3 下載是預設3個 你要去找那個64的版本 兩邊是要版本 如果兩邊版本不同 他會抓不到 另外的Eclipse 他需要Java 的那個環境 所以 之前的同學 電腦裡面本身沒有裝那個Java的執行環境 也會亂不清 這個環境 你當然也可以到Java的官方網站去抓 或者你可以到我們的 雲端白板裡面的那個 安裝雲端白板 安裝裡面 也會看到有一個這個JDK 這個如果你 那個Jibus的時候 跳出來 跟你講什麼什麼JDK 或者JRE沒裝 那你就記得把這個下載 安裝起來 他就可以run了 那這樣的話 成了這個下載 然後呢 再來 因為環境 本來 不是給那個 Python用的 需要安裝一個外掛 所以在這邊有一個 Help 有一個 Install newsware 你把它點下去 這邊有個 把底下這個網址 貼到這邊 當然理論上是Location貼就好 Name我不知道填什麼 反正我就順便兩個一起貼 貼完按OK就好 至於Name你要改別的也沒關係 只是我覺得 反正就方便 就貼 OK 那貼完之後 他會跳出那個讓你打勾的 你就打勾 按OK 下一步 然後同意 這樣子的話 他就會幫你做一些外掛 這個外掛就是 這個動作主要 本來只能開發Java的 這個環境 可以開發Python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呢 再告訴他說 你想 放哪裡 因為我們剛剛放在低碟的那個 Python36 然後那個一個 1-32 你要告訴他 這邊的話有一個這個 設定 在Windows裡面 有一個這個 設定 然後你按下他之後 你就記得 點擊這個 Browse一下 他說 我放在低碟底下的什麼什麼 路 路徑 主要是要用哪一個呢 提供 這個啦 告訴他那個 警檔 所以你就把它選起來 選他 這樣子 OK 所有東西都倒進來 那這樣子 就完成 所以上禮拜我們大概就講到這裡 應該 有印象啦 OK 所以呢 如果你地方還沒準備好的話 那就 先試 然後 有些細節 也許再會 參考一下雲端 這個 這個位置 那待會我們再 再接看 所以如果你已經 同學 其實就是直接 我上禮拜 Eclipse 在 這邊 Eclipse 我把它解出來 執行起來 可以開始 我們今天就可以開始 東西了 在這裡 然後 當然 將來的專案要放 那我上禮拜 特別強調就是 那個叫 Workspace 你就把它放在 一樣 盡量預設在 C點 如果你那個 Workspace沒選 選到C點 你現在就來 你這個禮拜做的事情 就徒勞無功 OK 那我把畫面呢 這個Workspace OK 那這樣子工作 因為上禮拜有同學 已經先做好了 只是說我們還沒開始 所以他 不知道 今天的話 我們就是把環境先 準備好 那就可以開始 做 請 好